好主要各位观众可以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也造成不少的乌克兰民众被迫流离失所 而根据最新的数字呢这个人数也已经突破了600万名 等于说呢有600万名的难民被迫逃离家园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面 难民议题自然也备受关注 而在其中一场会议上面呢更有自称他是乌克兰以及叙利亚的混血盒 来向这个与会的出席嘉宾来提出质疑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欧盟当然在协助乌克兰难民这事情上面呢 是请全力来相助的 但是呢相较于多年之前需要难民的遭遇呢可说是天壤之别 那当然可以看到欧盟执委会的副主席 也认为欧盟必须要尽速的更完善他们的难民制度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as you know, at the same time that we provided this comprehensive response to the Ukrainian refugees We are still struggling as a European Union to get an agreement on a broader, holistic, cohesive EU framework for migration and asylum which we sadly not yet have we are the biggest and better regulated single market in the world 欧战争所引发的 种种冲击还有对于全球的影响 持续也是成为了世界经济论坛上面讨论焦点 TVBS采访团队会持续为您在现场掌握任何的最新情况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